今天要讲一个身患绝症的魔兽男孩 用三根指头对抗命运 感动世界的故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圣勋患上了严重的肌肉失调症 高昂的住院费一下就拖垮了他贫寒的家庭 医生说他活不过二十岁 当时年仅十一岁的他想了很久 强忍着病痛告诉母亲 妈 我撑得住 回家吧 但比起病魔更令他痛苦的是 自己成为了父母的累赘 只能像废物一样瘫坐在床上 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魔兽 在当时职业玩家文明全国的环境下 他知道这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机会 于是他开始疯了一样的训练 每天下午两点起床 一直训练到隔天凌晨六点 硬生生靠着不足一百五十的APM 用弱势种族亡灵登顶了战网 甚至数次将Sky Moon等大神斩落马下 而当他受邀参加线下魔兽联赛时 更是震惊了所有人 一个一百六十公分却不到三十公斤的残疾男孩 一个连坐在电脑前都需要靠坐垫和棉被固定的残疾男孩 靠着每只手上唯一能用的三根手指 连斩多位职业大神 最终拿下了冠军 自那以后他一战成名 和晒的一场惊天翻盘 更是入选了魔兽百大经典战役 那场比赛在人口经济 甚至英雄等级全面落后的情况下 他依然靠着顽强的意志实现了绝地翻盘 可惜的是 后来他的病情越来越重 甚至连鼠标都拿不牢 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依旧重登了战网 开始了比之前更为繁重的训练 他说 我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治愈 我也不相信奇迹 我想做的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成为不可击败的选手 成为母亲坚强的孩子 最终他在23岁悄然离世 暴雪官方为他发布道文 纪念他不屈的意志 和他最纯粹的电竞精神 他的全名叫做朴胜勋 他的魔兽ID是Space 我是老条 带你看遍天下事